當我們決定要租房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房東簽約 簽一個叫做 什麼意思 除外條款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簽約的細節 因為現在市面上都有那個 標準的一個範本 好像以正律師就很清楚 那你在標準的範本之外 你可以跟房東說 我要簽一則 這個叫做除外條款 意思就是說 除了這些範本裡頭的規範之外 如果我真的遇到很奇怪的室友 讓我精神耗弱 或者是身心受損 我沒有辦法繼續租下去的話 我可以臨時終止這樣的 繼續租的一個租約 然後房東要無條件的 把我的 對 那這樣的一個除外條款 其實是被保障的 所以可以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在租房子的時候 可以去跟房東要求簽這一條 如果你要租房子的話 憑你的第一職業 第一印象 我們今天有四個字可以選 叫做富力堂皇 那你就第一職業來選一下 看你今年如果選到什麼字 會遇到什麼樣掛項的問題 好 我選富 我選堂 我選富 我選利 利的問題最大 筆劃最多 我選黃 黃 白黃 好 那我們就照順序 把它開下來好了 好 看看到底誰的分數比較高 越高越不好 來看一下選到富的話 就是指數是 三十分而已 還不錯 還不錯 如果你有租房子的話 代表什麼 就是說最近可能你要多比價 比較會有一些 可能就是租金上的一些糾紛 或是你覺得自己最近開銷太大 或許這個物件很好 但是超出你的預算的話 你就要考慮一下 是 好 來看一下利 選到利的朋友 現場指數跟 揪我一個好孤單喔 你話最多的 好 就是六十分 有一點高 有一點高 就是周圍環境要注意一下 什麼樣的周圍環境呢 選到這個數字的人呢 其實可能要注意就是 捨盡求遠 你會有這種問題 例如說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覺得要住山區啊 或是住一些感覺 比較文青的地方 但這個地方呢 恐怕交通不太方便 對耶 結果你會發現說 翻進去之後 好像每天要上班 然後可能就是遲到啊 或是要搭車轉車啊 開始有點煩了 所以交通問題 要特別注意一下囉 好 好 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唐的朋友 有我們的佩真姐 對 好 指數多少呢 有八十分 要注意就是說呢 可能你租房子呢 最近呢 比較會遇到一些 房屋本身的問題 例如說 漏水的房子 然後叫房東去幫你處理啊 可能他也不太想處理 對 或者是說呢 這個房子呢 可能是 有鬼屋的問題 這個可能就要找Eason 去幫你看一下 他去哪兒 鬼就去哪兒 好可怕喔 因為Eason的時尚比較特別 好 來看一下呢 選到黃有我們的MD 恭喜你最高分啦 就輸了 你剛才說韋儒最不好 對 而且重點是人的問題耶 是我的問題 好 還是 人的問題呢 就是兩個都有問題 為什麼呢 好 先講房東的問題好了 房東的問題 可能會隱瞞一些事情 譬如說房東 可能本身有一些 債務的問題啊 或者是房東呢 本身他有一些 就是惡房東 可能在合約上啊 動一些手腳等等的 或者是你搬進去呢 會遇到 惡鄰居人的問題 好 可能跟你是大小聲啊 口角是非啊 比較多一點點 那自己本身什麼問題呢 就太傻 太信任 太傻 太天真 對 真的嗎 其實原則上 這分兩種 一個是有定期的契約 像剛才瑪莉歐講的 他其實是簽一個 定期的契約 如果是定期的契約 房東是絕對無權 這樣子要求瑪莉歐搬走的 所以他不能先賣就對了 甚至他把它賣掉以後 我們民法有一條叫做 買賣不破租令 也就是說呢 房東要買要賣你家的是 老子要住還是可以繼續住 因為我有簽這個定期契約 但是萬一很多情況是說 我簽約了以後 可能約定一年兩年 之後我就沒有續簽了 那我們大家都默契 反正我房租也都照繳 繼續繳 這個時候買賣就會破這個租令 也就是說呢 到時候房東可能就會 必須要叫你搬走 妳就搬走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我現在要賣房子 然後可是我賣房子 比如說我賣給佩甄 佩甄買了 但是我有跟她講說 不行喔 我跟那個薇如簽到的是 哪一年哪一月 妳最少要讓她住到那時候 那這樣可以買 可以 對佩甄是有效的 對 因為是定期契約 就是不能叫她搬家 對 當然 連佩甄都不能叫薇如 我不能叫她搬 對 但是 我剛才一直在講 是要定期 定期 所以妳可以不要搬家 我的朋友都遇到那個房東 他很像阿飄一樣 鬼出神魔 因為我朋友是個女生 她就住在那個信義區 就後面有一個 比較舊的公寓裡面這樣 結果她就房租 到期她還剩半年 結果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朋友在那個客廳看電視 因為女生自己在家裡面的時候 一絲不掛 什麼也沒穿 然後再來又拿了那個一個 零嘴在那邊看電視 正開心的時候 就突然間想像奇怪 那個門怎麼會 今天有人在拿鑰匙 要開門的時候 女生住了 然後這樣真的很恐怖 她其實也很害怕 就想說怎麼會有一個 這樣啞啞啞的聲音 就一打開一看 對 他們六十多歲的房東 是個阿嬤 架著跟妳的 總共整個跳起來這樣 那阿嬤還說 妳那天會冤架 妳要穿衣服 你怎麼知道 阿嬤怎麼這麼冤心的 妹妹我跟妳講 天氣很冤 妳沒有穿衣服 妳的感冒 這樣子 然後就要講 我朋友就想說 這是感冒的問題嗎 這是妳這樣闖見人的問題吧 結果後來之後 大概就有點不太開心了 這樣子 又吵吵完之後沒有什麼 但是阿嬤還跟她講說 妹妹 我跟你講 我這個房子要賣掉了 好 那這樣子好了 我大概再過幾天就要賣掉了 那雖然房子還沒有到期 可是妳要不要想辦法 再去找房子就搬家這樣 那我朋友就講說 妳再怎麼樣來講的話 我還有半年 對 那妳現在突然間 就要叫我這樣子搬 我要去哪裡找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那有涉及權益問題 我想現在都知道 她自己的權益這樣 那當然我朋友就不願意 阿嬤還跟她講說 我陪著妳損失好了 這樣子我除了押金還妳之外 我再補貼妳大概半個月 一開始講半個月 半個月的那個房租 我就以房租一半這樣 給她一個搬家費 對 我朋友也不願意 她說不行 這樣子 然後兩個又僵了 然後就這樣子 後來我朋友終於受不了之後 就有一次阿嬤的時候 又開門 又開 這就是大概第... 不知道第恩賊的樣子 又開進去之後 然後後來我朋友終於屈服了 她說這樣 那半個月不行 給我一個月 一個月我就給妳搬 我就馬上去找房子來搬這樣子 結果這個已經達成協議了 就沒想到這個阿嬤 結果後來講了一句話 讓我朋友覺得有點挫道 她說 好 妳搬很好 很好 這樣子 阿嬤是妳在那個... 因為我朋友養貓 妳在那個廁所那個貓沙 是不是要去處理一下 那個貓在裡面湊得要死這樣 妳要把它清理 弄乾淨 好 另外的話有沒有 還有妳在牆壁上 就因為它是兩房 妳在牆壁上那個什麼 貼了一些有的... 妳在那的東西有沒有 要把我全部清乾淨 我朋友突然間想 不對 妳幾次進來都是在客廳 對 妳也沒去過我的廁所 妳也沒有去過我的臥室 妳怎麼會知道 我貼了什麼 我的貓沙板在哪邊 阿嬤沒事就來晃晃啊 對 而且她又想到一個問題 不對 我叫貓咪怎麼樣 好像看這個阿嬤的時候 有沒有 刷得要死 貓是個很記仇的動物 對 妳只要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牠看到仇人的時候 就會卡在那裡 對 牠講 對 就是這樣 好可怕 貓找得出來 對 就整個生氣 而且躲在後面 就是弓起來 有養貓嗎 要不然妳怎麼知道 我以前有養貓 好 好 它就是那個樣子 我朋友幫妳找到了 在交鑰匙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朋友就問了一句話 就問這個阿嬤說 我也覺得很奇怪 妳就賣這個房子的話 妳照理講 妳應該找房仲 找誰有沒有來看過 妳是有來看過嗎 她說 有啊 妳在上班的時候 我就進來看過 她說妳來進來看幾次 後來就恍然大悟 原來這個房東 趁她在上班的時候 不僅帶來很多房東 這樣過來之後 而且還另外跑到家 到處去勘察過 要不然她怎麼會知道 她哪裡什麼 有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我是跟很多房東講 其實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不可以 你這個是違法 今天跟房東之間的 訂的這個合約裡面 我們有去提到說 如果我們今天合約 是白紙黑字說 我今天就是付給妳 但是妳是不能用 妳也簽了 那我們就算了 但是如果都通通 都沒有去簽到 這個相關的內容 但是房東口頭說 醫生我覺得妳 長得滿帥的 我有看妳也 可是滿投緣的 所以說這些東西 也通通通都給妳用 而且呢 我也省那個 免除妳的水電費 瓦斯費 這麼好 網路通通不收請錢 這種事情Eason不會遇到 只有薇如會遇到 但是麻煩的地方是 他剛剛說要免除妳 這些相關這些水電瓦斯費用 通通都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所以這就不算數嗎 那怎麼辦 那到底算不算 對 有一個法律上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出來 對 然後妳答應了 那就算了 其實口頭上講都有效 重點為什麼要在寫在上面 那是因為舉證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好 縱使口頭上講好了 那也寫在這個合約裡面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案子是這樣的 他們是那種公寓 公寓是說它只有樓梯而已 但是它是老舊的一個建築 所以一樓的樓梯就一樓用 二樓的樓梯就二樓用 那那個案子呢 是三樓的一個租屋的人 然後去看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門 這個二樓那邊有一個控管的門 要去三樓 我重視要從一樓 爬到二樓 趕快到三樓喔 要不然我是要吹一下 不是 每天要爬森梯 對啊 起床桿跳 所以說到後面這個案子 就很尷尬的是 他去看房子的時候 二樓的門是開的 所以他可以自由進出 是 結果他住了房子 住進來之後才發現 二樓說 妳要經過我的樓梯 妳要給過路費 妳用我的樓梯很正常 然後就說怎麼這不合理 然後結果產權一拿出來 藤本一掉 真的二樓的樓梯 還真的只有屬於二樓一個人 問題是這個一開始的話 連房東自己都有問題啊 我今天我房東 我應該誠實告知我的房客 但是房東他是個投資客 所以他那個房子呢 那一層樓它是法拍來的 所以它裡面的產權狀況 他也不清楚的一個情況之下 倒楣的就是這個租客 但是這時候呢 法律上最有保障了 因為我今天我租一個房子 我可以使用樓梯 可以正常進出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需求 對 所以說租到這樣子 這個不適當的房子 就可以跟房東組商 可以解約 甚至可能還會有審慨 非常的危險 我這邊跟大家提醒 如果說妳跟房東之間 已經產生糾紛了 我會建議妳們都用 訊息的方式 留下一些溝通的紀錄 可是房東都租在隔壁 只要按門裡怎麼辦 但是變成都是收盛的問題 那如果說呢 就是真的說 糾紛非常大 可能就是必須要走一些 鄉鎮室調節委員會來調節啊 或是甚至嚴重的時候要上法院 那這邊可以提醒大家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房子好像是房東的 房東權力很大 他好像隨時的 動不動一個原因 什麼東西顏色不對啊 或是什麼草 就可以隨時跟我解約 所以就會很害怕房東 然後房東說什麼 我就把它當作聖職 這樣去奉行 其實不是喔 因為就像我剛才提醒的 法律上其實對於租客的權益 還是保障的比較大 房東要收回房子自住 其實在土地法 一百條有規定 比方說就是 你不能隨時就 隨便就說 我要跟你解約 你給我搬走 絕對不行 你一定是說 你要收回自住 或者是說重建 而且你要 要看定期或不定期的契約 如果是不定期 你甚至要提前三個月 而且你要證明 你是要收回自己住 你不是要收回轉給別人住 否則你是不能收回的 那再來除非說你發現 這個租客嚴重違反 這個租令契約 比方說本來該繳的 該繳的錢都沒有繳 欠租 但是我這邊告訴大家 之前大家看新聞 不是都會發現一些 惡房客嗎 就是說都欠租 其實也是因為 這個土地法的規定 因為房東 如果你不繳租金 房東就扣你押金 扣兩個月 然後你還要再繼續欠兩個月 其實房東才能去 對你提起訴訟 然後才能趕走這個房客 所以也不是說房客一欠租 那房東就說立刻你給我滾 絕對也不行 那再來就是說 你違反這個房子的使用目的 本來你的契約打說 我是要自助用的 結果你把它變成一個活動公司 開派對了 這當然嘛 剛剛說的我覺得好像 跟我們對面的朋友 有一點像喔 這個部分當然 房東就必須要去舉證 那就可以解除 就是跟你終止這個合約 那再來就是說你損壞 比方說你在那個房子裡面 你動不動就敲敲打 或是把人家的烤箱拿起來砸 拿起來摔啊 你這麼嚴重的程度的情況下 房東才可以跟你終止住約 這邊俊宏也要提醒大家 是不是我們其實在簽約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些日期上的 美額可以注意 像我們有一個技巧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搬房子 進來你不會馬上住進去的 對 你可能會差不多 兩個禮拜啊 甚至三個禮拜才住進去 可是你覺得這個房子 如果你不訂的話 可能就被訂走了 對 所以你就第一個 釋出你的那個 就覺得我要常住 那第二個 你就說 我其實是從外縣時搬來 其實那個房東也查不到嘛 你到底知道嗎 你搬過來 這個時候你就說 可是因為我時間就是 可能要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要搬東西搬過來啊 那可不可以啊 因為我們雖然是 從四月初開始算 對 可不可以就是房租 可以稍微減免一下 比如說我可能 只有兩個禮拜要才搬過來 那是不是可以少算 一半的房租 甚至四月的房租 都不要算這樣 那基本上呢 房東通常會有兩個反應 對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那好 那我覺得 你有誠意藏租 所以我就是 真的就是省下你這個半個 我四月份只收你半個月的房租 第二種如果有些房東 他不願意的話 他會怎麼做 他就是說 他說我月中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一樣簽四 我們就把合約簽四月中 可是你四月一號這兩個禮拜 你可以把東西陸續搬過來 然後你就把你的這個 住的時間 簽約的日期 延後半年 延後半個月 對 然後你等於說 半年 你這個人實在是 講錯了 一月換房 六月才要住進來 你一號 延後半個月 然後他會再往後推半個月 對 可是說實在 你到後面你要退租的時候 他那個後面半個月他也忘記了 你要提前 因為通常我們在合約會有提前 兩個月要告知 一個月 兩個月要告知 如果你要提前不住的話 對 反正你就可以省下這個半個月 甚至更多的一個房 如果你的所得稅率是十二%好了 然後房中說 今天如果你租要報稅的話 我就要多加你一千塊的房租 一年就是一萬二 對 那如果說我現在所得的稅 是十二%級距 然後大概十二%級距的話 你大概是所得是 八十萬到一百萬 一年可以扣繳十二萬 十二萬的那個扣除 那十二萬乘以十二% 就等於一萬四千四 對 所以相較之下 就是說如果你報稅 你可以省一萬四千四的所得稅 可是你多加了一萬二 可是你還是省兩千多塊 所以我還賺兩千四 對 所以你如果所得是高的話 其實你是划得來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試算一下 所以後來其實像我一個個案就是 他算一下 我還是報稅比較划得來 所以他就 我就加 我就加上去 我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我們合約一定要寫得清清楚楚 通常一般的公版的契約 都一定會說如果要漲的話 我們會控制在五% 那如果今天你房客同意 你簽了這個約 那當然房東下一次 跟你簽約要漲這五% 那是合理的 對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房東是絕對不可以 跟你說要漲租金就漲租金 甚至是說 我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是說他租了房子以後 結果那個公寓大廈 突然就調漲了管理費 那房東就反而跟他講說 因為管理費漲了 所以這個我租金 可能也要漲你個兩三千塊 後來我們就看他的合約 其實管理費的部分 是房東自己要去負擔的 租客並沒有要負擔這個管理費 所以這個管理費的這個漲幅 其實是跟租客完全無關的 但是就是會有很多租客 就會覺得說 房東說什麼就是什麼 因為房子是他的 然後反而忘記 所以這時候就要注意 有這個調漲的條款 房東如果你要漲 我只可以同意讓你漲五% 或甚至一% 對 就是你這個金額 你自己要抓好 要先預期到這個 對 否則我們沒有約定 你甚至可以寫 我如果續租的話 我不同意房東長座 所以你看看淑女家戶 是有多重要 真的 是房東的 現在就要學起來 夫妻跟一個小孩 然後搬進去的時候 看起來一切都很好 然後那個位置 裝潢什麼東西都很棒 可是一搬進去之後 那個太太 媽媽就開始 體力不濟 然後臉色每天就是不好看 也找不出原因 然後想說我可能剛搬完家 然後很累 又要照顧小孩 小孩最近又不太聽話 所以說就整個那個 氣色很不好 晚上的時候睡不好之外 他一直覺得是被鬼壓 都沒辦法動 天啊 身體都沒辦法動 在那個狀況之下 一直找不到原因 而他的小孩 也情緒變得很不穩定 可是他老公沒事 很奇怪 他老公 就都很正常 但老公是正常 所以說他們一直找不到原因 直到後來 有一次在打掃的時候 在衣櫃的深處裡面發現說 然後在天花板上面 也有符咒 有一些會貼在床底下的 對 貼在床底下 特別是看他貼符咒的原因 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開始好奇了 他們就開始去為街坊鄰居 說我那五年前 之前有一個情侶人家自殺 裡面燒炭 不是噴血的 燒炭的比較緩和 所以在這狀況之下 他就很生氣說 房東你怎麼都沒有講 對 可是在法律上面有沒有保障說 房東一定要去揭露這個事情 這比較遺憾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是 買賣房子的話 一定要講 現在條款必須要講 但是如果是租賃房子的話 如果沒有講的話 它法律的效果怎麼樣 它法律效果 不過是可以當然成為 解約的室友 所以意思是說發現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來跟他解約 但是如果你沒發現的話 你就是 你就是看醫師跟看法師 也不能聽 所以聽起來很不公平對不對 對啊 不公平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小訣竅 我們多問 我問房東說 這個房子有沒有 曾經發生過凶殺案 對 當房東他明明知道有 但他跟你說沒有之後 這個可能就會有形式 這樣很奇怪 例如說有些新婚夫妻 他可能會貼一張順產婦 但是你覺得怪就可以問 但是我遇到一個案例 這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租房子 然後房東跟他講說 你有這間房間 其中一間你不可以開 你都不可以打開 就是我放東西的地方 好可怕 什麼意思啊 不一定 他就說這不要開喔 因為我的東西都放在這邊 可能就是我什麼 長輩的東西都放在這邊這樣子 他就想得很委婉 然後這個朋友 他晚上都睡不著 然後他想說 奇怪為什麼他的床頭後面 那一間房間都一直有聲音 他說不能開啊 可是沒人住啊 好可怕 就是有一次你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很好奇 就是因為他覺得太吵了 然後他就是 在打草房間的時候 發現他的那一面 變強的臂癌很嚴重 然後甚至有腎水的問題 很潮濕 後來他就想說 要請那個人家來看嘛 他就不透過房東了 他就請人家來看 人家來看就說 可能就是那一間房間 可能有什麼問題 可能要打開 然後其實我這個朋友 他其實好奇心也驅使 他想說 那他就不跟房東講 他就說好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打開好了 他就請人家鎖這樣開了 開了進去發現 不開還好 一開發現說 真的是鮮人 真的 對 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 真的 我覺得如果說是 他叫你不要開的房間 真的 你要考慮一下 沒錯 那例如說 我們在租房子的時候 遇到一些風水的狀況 大家也是可以用 肉眼去判斷 例如你租到這個房子 可能是廁所在房子的中間 或是要廁居中 代表說晦氣很深 會讓你的這個 所以它的重點是 它沒有對外窗 都沒有對外窗 所以這種狀況 也說味道也會很重 你要考慮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如果你的房子 被水塔包圍了 例如說我一個案子 就是他家 可能面對的就是一個社區 然後三樓的透天處 然後他剛好住四樓 結果他打開窗戶之後 就發現說 太陽一照 就是那個水塔沒有正片 然後還會反射這樣子 那水塔包圍的房子 代表就是說 說容易吃藥吃不停 它叫藥灌煞 風水講的是行煞 看到這個藥灌 一個水塔 它就像一個吃藥的象徵 你要很注意 那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讓你的財務跟健康 都會出現危機的 就是 很多的這種廚房 就是要進去廁所 廚房包廁所 廚房裡面有廁所 然後還有像這個案例呢 是它的爐灶呢 剛好靠在那個廁所的 那個牆壁 就是那個火爐跟廁所 對 這代表就是吃藥吃不停 而且會有一些小人問題 例如說被解采 被騙錢 加到中落 這樣的格局特別容易 不要特別小心 我先提供兩個那個管道 就是大家剛剛講 阿飄的事情要怎麼找 對 第一個呢 你千萬不要去問管理員 因為管理員不會跟你講 因為他是你那個 整個大樓薪水的 誰最八卦 就是便利商店的大夜班 最八卦 所以你就是晚上的時候 跑去邊附近 而且大夜班 它也滿無聊的 對 比較不滿 因為很多時候 深深半夜那個 那個左右鄰居 中中大樓那些人 就跑下來有沒有 他們可能會去買個東西 就跟你講 我們那幾棟樓 哪幾號有沒有 昨天自殺 那都凶殺這樣子 對 因為我以前在 住中和的時候 發覺我們的大夜班 超八卦 哪有有自殺 哪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知道 我以前清清楚楚 我如果不知道 他都知道這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跑去 這個不是警察局的 服務的範圍 但是你去問 他會告訴你 就是當地的派出所 對 當地派出所 你跑去那邊跟講說 那個包括警察大人 我要問一下 那幾號警房裡面 你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因為我可能 要租屋 或者是買房子這樣 他通常問的時候 員警通常一般來講 會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 但是你千萬不要跑去 跟人家房東 或者是屋主那邊去吵 他會幫你查的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講 就是說 你真的要稍微去打聽一下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